主演的电影《唐人街探案2》正在全国热映中,目前票房已突破29亿,与前作一样,除了密集的笑点,扎实的推理故事,也让观众惊激乐道,电影中还时不时会涉及专业的推理名词, 麦当劳三要素,洛卡的物质交换原理,曼哈顿剂量法,都成了观众走出影院后要补课的内容,看完这篇文章就让你彻底弄懂《唐人街探案2》的破案 1.麦当劳三要素,薯条,可乐,汉堡,秦峰说的麦当劳三要素,其实是以美国心理学家麦克唐纳命名的麦克唐纳三症状,他认为连环杀手通常有三种行为, 尿床,纵火以及虐待动物,尿床说明幼年缺乏关爱,容易受惊,虐待动物和纵火,则是他们实现幻想的方式,以获得掌控的快感 2.洛卡的物质交换原理,唐碳二中,警方从三个犯罪现场,提炼出共同物质,唐,这说明罪犯在犯罪前曾去唐场进行采点,从而推断出唐场 最有可能是下一个作案地点,运用的就是洛卡的物质交换原理,这一理论最早是由20世纪初,法国著名侦探学家艾德蒙洛卡德提出,他认为犯罪过程实际上是一个物质交换的过程, 作案人只要实施犯罪行为,必然会在犯罪现场,直接或间接的作用于,被侵害客体及周围环境,会自觉或不自觉的遗留下痕迹 这些痕迹,除了如手、手印、脚印、目击者等物理痕迹,还包括心理和意识痕迹,萧央最后的破绽就在于此 三,罪犯测写,他也称为犯罪心理画像,是通过罪犯的行为方式,分析他的动机、行为、心理特点,从而对他的体貌特征和活动争相进行描绘,是犯罪心理学中的一门功课,再没有目击证人,物证也极其有限,所有信息聚集起来,仍让警方的追捕行动,向大海捞针的时候,罪犯测写 可以派上大用场,庞探爱中,刘成宇饰演的女警察,就是罪犯测写专家,在最初的测写中,他对于嫌疑人的描述都是正确的,只是遇到真凶时,他没有察觉而已 四,曼哈顿剧量法,秦峰通过曼哈顿剧量法,锁定了嫌疑人送业的居住地,该剧量法其实是一种数学建模,将案发现场所在地的X轴和Y轴 坐标带入公式,并进一步推算出嫌疑人住所所在地的概率,概率最高点连城的区域,就是连环杀人犯居住可能性最高的地方 要将这个推算过程跃然于立体画面,并不是件容易的事,影片中秦峰在脑内构建曼哈顿地图,把整个城市当成沙盘积木,随时可以手动剔除缩小范围,直至锁定区域,可以说是很直观地展现了这个过程 5. 奎因手稿 秦峰一到纽约便说要去看的奎因手稿,其实说的是埃勒里奎因,它是美国推理小说代名词,被称为罗吉之王 事实上,埃勒里,李奎因有两重身份,一重身份是作者,一重身份是他们笔下的侦探,身为作者身份的奎因其实是两个人,表兄弟,麦弗里德里和弗里德里克丹奈,唐探二中,名侦探大赛里有一对双胞胎,或许是陈思成致敬埃勒里奎因埋下的梗,值得一提的是,唐探一中情风口中的鲜罗连体人 也出自他的小说《鲜罗连体人之谜》,看来导演本人是奎因的死忠粉,无疑了,六,80%的凶手,会回到犯罪现场,根据这条定律,唐探二开头,将连环杀人案线索指向了肖殃,因为他曾出现在两个凶案现场,但更多的研究显示,作案后回不回犯罪现场,得看罪犯是什么人 如果犯罪嫌疑人是有预谋的,有强烈的犯案动机,并当他认为整个犯罪过程完美得如同一件艺术品时,他会以一种炫耀的高姿态出现在现场,同时重返现场回味作案过程 犯罪嫌疑人可能会再次享有虐杀的快感,也有惯犯抱着学习的心态回到现场,了解案子的进展,从中吸取经验教训,以便下次更着密地作案 电影唐人皆探案二自大年初一上映后,凭借优质口碑带动票房一路逆袭,目前